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马尔克斯的 我只想来这儿打个电话 有个有趣的问题 如果误入精神病院 该如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打电话给熟悉的人 是很多人提到的办法 但是如果打电话的权利被剥夺了 还被认为这恰恰是患有精神病的一种表现 该怎么办呢 好了 即使能够打电话 院方依旧认定 这不能作为精神正常的证据时 又该怎么办呢 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吧 看看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都经历了什么 一个春雨如注的傍晚 玛丽亚赛万提寺的小汽车 在经过荒漠时出了故障 大雨中 她打了一个小时的手势后 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司机提醒说 她不去很远的地方 没关系 玛丽亚说 我只需要打个电话 她想告诉丈夫 七点前她到不了家 她浑身湿透了 心慌意乱 一个军人模样的女人 递给她一条毯子 玛丽亚披上毯子 点了一支烟 吸烟时 她发泄起心中的不快来 声音比雨声还大 那个女人打断她的话 说 她们在睡觉 玛丽亚往后看了看 车上坐的全是成年女性 身上裹着跟她一样的毯子 安静的氛围中 玛丽亚也在座位上睡着了 醒来时 已是夜晚 玛丽亚问到哪了 那个女人说 我们到了 车进了院子 院内有一幢阴暗的大楼 微弱的光照在女乘客身上 她们一动不动 直到那个军人模样的女人 发出命令 她们才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排队下车 昏暗中 慢慢移动 仿佛梦中的幽灵 玛丽亚跟在后面 她以为 她们是修女 下车后 几个穿着制服的女人 用有节奏的机掌声 指挥着这群人 玛丽亚终于感觉到 有点不对劲 她问 这里有电话吗 军人模样的女人说 门房那里有 说完 她挥手告别 带她们来这里的公共汽车 也驶出了院子 玛丽亚向大楼门口跑去 女看守阻止了她 用冰冷的眼睛和无情的食指 让她回到列队中 走到门廊时 玛丽亚问电话在哪里 女看守拍着她的后背 亲切地说 电话在这儿 她们被指挥着 走进了一间集体宿舍 女看守开始核对名单 当她走到玛丽亚面前时 发现她身上并没有身份牌 玛丽亚说 我 我只想来这儿打个电话 接着 她又说自己丈夫是魔术师 正在巴塞罗那等她 她只是因为半路车子抛锚了 想找个地方打电话 告诉丈夫不能按时陪她表演了 女看守问了她的名字 查了几遍名单 又与另一位女看守交谈 但对方只是耸了耸肩 玛丽亚又重复了一遍 她只是想来这儿打电话 女看守跟她说 要是好好的待着 就可以打电话 但现在不行 这时玛丽亚终于明白 车上的那些女人 统统都服了镇静药 这桩阴森的大楼 实际上是一家精神病院 玛丽亚想逃走 但是还没跑到大门口 一个穿着连衫裤的女看守 抓住了她 将她按在地上 玛丽亚吓坏了 苦苦哀求着说 她只是想打个电话 但这是徒劳的 那个女看守力大无比 专门对付棘手的情况 她曾两次掐死犯人 而不受处罚 为了平静地度过第一晚 女看守给玛丽亚注射镇静剂 醒来时 一位老人站在她床前 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 她是精神病院院长 还没说话 玛丽亚向她要一支烟 老人把烟点上 递给她 又把整盒烟送给她 然后温柔地说 好好哭一场吧 眼泪是最有效的药 玛丽亚大哭起来 在她萍水相逢的情人们面前 也没这样哭过 院长听着她哭 帮她把枕头摆好 让她呼吸顺畅些 玛丽亚意识到 这个男人用整个心灵 听她哭泣 理解她 等哭够了 她求院长答应她打个电话 院长没有答应 而是拍了拍她的面颊 说事情都是到时间才能做的 说完就离开了 当天下午 玛丽亚以一个新编号 和一份简单的解释身份的文件 被登记入院 文件上由院长倾斜的评语 此人容易激动 这是相爱的两年里 玛丽亚第一次没有准时到她 考虑到那场凶猛的大雨 玛丽亚的丈夫萨图诺 理解妻子的迟到 离家前 她写了张纸条 定在门上 上面写着她的演出路线 由于缺少玛丽亚的协助 表演十分不尽人意 这让她很沮丧 萨图诺性情古怪 不善交集 两年来 是玛丽亚牵着她的手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 演出归来时 她不禁浑身一颤 悲哀地想到 要是没有了玛丽亚 会怎么样 当她看到 门上钉着的纸条还在时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她打电话给 萨拉哥萨的亲戚 对方说 玛丽亚已经走了 她睡了不到一小时 就梦中惊醒 梦里 玛丽亚穿着新婚礼服走了 醒来时 她确信 玛丽亚又把她抛下了 上次是在墨西哥城 他们已相识几个月 正爱得发狂 一天早晨 玛丽亚留下结婚戒指 和一封信走了 信上说 她忍受不了 毫无节制的爱 萨图诺恳求她回来 但玛丽亚说 爱情是短命的 萨图诺只好作罢 一年后的万圣节清晨 玛丽亚穿着新婚礼服 睡在萨图诺家里的沙发上 玛丽亚说 她和一个官夫结婚了 婚礼过后 喝得醉乎乎的 在强烈的悔恨心情支配下 她半夜来找萨图诺 萨图诺问她 还会再离开吗 玛丽亚却说 爱情依旧还在 那一次 玛丽亚把一切都献给了她 去年 他们经过巴塞罗那时 他们的表演深受观众喜爱 他们在那里定居 有了生小孩的计划 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她租了一辆车 去萨拉哥萨探亲 答应周一回来 但是到了周四 还没有消息 很快 出租汽车公司打来电话 找玛丽亚还车 一周后警察也来了 萨图诺告诉警察 他妻子逃走了 不知道跟谁走的 也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警察觉得没去 草草结了案 怀疑玛丽亚再次逃走的念头 驱使萨图诺寻找一个青年 那个青年 有着勾搭已婚少妇的臭名声 去年秋天 萨图诺看见 玛丽亚与那个青年打招呼 两人亲吻的方式 像在偷偷地优惠 萨图诺找到那个青年的电话 每隔两三个小时打一次 没人接听 萨图诺越发痛苦 到了第四天 一个女人接了电话 萨图诺一再问她 玛丽亚是不是在那里 那个女人只说 这里没有玛丽亚 问到最后 女人生气了 骂了一句 挂了电话 萨图诺更加确认了她的怀疑 她发了疯的 给所有的熟人打电话 谁也没向她提供有关情况 反而跟她开玩笑 这时她才明白 自己是何等的孤单 那天清早 她决定把玛丽亚忘掉 两个月过去了 玛丽亚还是不习惯 精神病院的生活 但是大夫却说 她迟早会成为这里的一员 最难熬的还是夜晚 许多患者跟她一样 在昏暗中睁着眼 夜班的女看守 爬上玛丽亚的床 说着淫秽的言语 吻遍她全身 玛丽亚越恐惧 对方越发放纵 玛丽亚给了她一耳光 在患者们的哄笑声中 女看守叫道 我们一起烂在这个臭猪圈里 而你会为我发疯的 夏天到了 玛丽亚看精神病患者打球 他们像母鸡一样乱跑 混乱中 她进了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 一步电话不停地响着 她接了电话 听见一个奇怪的笑嘻嘻的声音 她挂了电话准备离开 突然她想到差点错过这次良机 她心情紧张 动作急促地拨了号码 心跳声和电话铃发出的 渴求悲哀的声音一起响起 响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她终于听到了丈夫的声音 亲爱的 玛丽亚哭了起来 电话的另一端 一阵可怕的寂静 燃烧着嫉妒的声音 吐出了一句话 婊子 啪一声 电话挂上了 那天晚上 玛丽亚疯狂发作 砸碎了玻璃窗 被制服后 她倒在血泊里 被拖到病房 浇了冰水 腿上注射松节油 让她双腿肿胀 她意识到 只要能离开这里 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 回到普通宿舍后 玛丽亚敲开了 夜班女看守的房门 玛丽亚要她送一封信 女看守答应了 到了周六 萨图诺来了疯人院 院长亲自接待她 向她报告了 玛丽亚的状况 院长同意萨图诺 来探望玛丽亚 但提醒说 不能让她危险的暴怒 频繁复发 萨图诺说 她自制力不弱 院长说 有些行为 会有多年的潜伏期 院长说 她不清楚玛丽亚 对变化痴迷的原因 但她能来这里 是幸运的 玛丽亚看见丈夫进来 一动不动 被玻璃茶子擦伤的脸 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 玛丽亚哭着对丈夫讲 女看守的野蛮 狗食般的饭菜 和由于恐惧 而不敢合眼的漫漫长夜 萨图诺说 一切都过去了 她会每周六都来的 不 玛丽亚绝望地叫了起来 不 不要说 你也认为我疯了 萨图诺让她不要这样想 还说 她在这里住些时间 是有好处的 可我已经说了 我只是来打电话的 玛丽亚搂住丈夫的脖子 像疯子一样大叫起来 探望时间到了 萨图诺怀着深切的爱 把她推开 看守从背后扑向玛丽亚 死死地压住她 萨图诺惊恐地逃走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六 她又来了 这次她在院里表演了魔术 除了玛丽亚外 患者们都站在那里呼喊着 玛丽亚拒绝见萨图诺 萨图诺像受了致命伤一样痛苦 多次尝试后 萨图诺的热情也被浇灭了 她走了 又结了婚 也离开了巴塞罗那 玛丽亚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剃了光头 穿着某个东方教派的尼古长袍 后来精神病院倒闭了 她被送到了修道院 那时她神智清醒 身材有点超重 很满意修道院平静地生活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我们知道这种荒诞的事 在现实中很难发生 但是这不意味着 它完全不存在 精神病院中 院长和看守 是手握权力的独裁者 玛丽亚误闯了进来 就被判定为精神病人 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丈夫萨图诺 原本应是玛丽亚的希望 可院长的几句话 就让她确信 玛丽亚精神有问题 这个因为妻子出走 而发狂的魔术师 像变幻魔术道具一样 自由拼贴组合了 妻子失踪后种种细节 宁肯相信陌生的 精神病院长的判死 也不肯相信 妻子所遭受的一切 理性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而理性一旦被操纵 就可能变成扼杀 从肉体到情感 独裁者能够扭曲一切 何况一段有嫌细的爱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 听完后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留言评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